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晋 许晋这球呢 一开始发的时候其实是发的有些长 那么余子阳一下就开始攻击 余子阳这个球员的技术其实是比较新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反手接球的这么一个动作相当的漂亮 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如果余子阳能够加强自己连力量的训练 这个一定会将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 可能在热干年后可能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为国征战的身影 现在场上比分3比2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战胜许晋这样优秀的老选手 是必须的 许晋四比2 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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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的运动员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惊喜啊 继续加油 那样非常低角度的一个拉球 一个拉球确实是赏心悦目 5比2 许晋周一 我当然能辞在这 Mus 他在地区区准备 哦 我们转秀的商品 这球双方在相互摆短之后 余紫阳是率先的把球拉起来 6比4 再次最后一分分差也是来到了2分 罚了一个长球 但变成有突袭成功 再次最后一分 许欣现在领先的优势 已经缩小到了一分 需要稳一稳 看看怎么调整一下 漂亮 余紫阳这个选手就是 这样的爆发力很强 而且非常能够控制得住 很优秀的技术 这也无怪乎他能够打破 樊振东的这个记录 以16岁040天的这样一个年纪 就能够登顶世界冠军 相当的不容易 现在也跟许欣打成了6比6平 余紫阳发球 这球啊 是没拉上力 许欣再丢一分 再次打平 7比7平 依旧是像刚才打周启豪一样 许欣在第一局的时候 也是碰到了不小的困难 看看她是否能够像刚才那样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许欣拿下一分 依旧是许欣发球 8比8平 擦网球 许欣连续地拉起来 许欣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她的胡圈圈上面加华丽的胡圈圈 加上更多一个形容词 确实是赏心悦目 每次都可以从极低的高度啊 把这球拉上来 这样的对手也很难判断球的落点 许欣这个侧身 位置比较别扭 9比9平 余子洋呢也是要擦擦汗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许欣呢 也就是需要镇定一下 年轻的小将啊 正在一步一步接近中国乒乓球队最高水平 许欣发球 着急了 接球就想拉 那么许欣呢现在是拿到了赛点 但是分差并不大 依旧是许欣发球 来看看这个球 漂亮 余子洋这球打出了落点 许欣先上了手 但是第一下没打趴下 余子洋占据了非常好的位置 就站在自己的正守卫 侧身 顶两下之后 一个发力变向 那么这球就被自己收下了 两位左手将啊 其实左手对右手的优势 此时已经没有了 就是纯实力硬碰硬 漂亮 这一球显示出了直派的特点 就是力量大 在任何角度都会发出攻击 来到关键球 许欣再次拿到赛点 漂亮 再次回到比赛当中 双方交换了位置 第一球 余子洋这球失误 到往许欣先拿一分 依旧是许欣发球 看到许欣在这球失误之后 手也是一直在做一些调整 这也是运动员 去改变自己的一个 一个方式 余子洋这球发了一个长球 偷袭成功 那么是2比1 领先一分 要不要拼 余子洋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拼一把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年轻的选手在对阵许欣的时候 往往就必须得要这样硬拼 如果你不偷袭一下 或者说不率先开始拉球 不开始抢攻 那么对阵许欣这样 特别是拉球相当华丽的一个球员来说 很少能有胜算 也是发了一个长球 举心这球是希望能够在远台低角度开始反攻 其实在这时候还是要再次解释一下华丽的护拳球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打球的时候实力是一方面美观度观赏度又是另一方面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大家经常看篮球比赛的话会知道 詹姆斯可能打球相当的暴力 暴力美学很好看 但是呢 大家想起打球飘逸 一定会想到科比乔丹或者麦迪这样的球员 这就是比赛的观赏性和自己实力的另一方面 所以许欣这样的球员啊 也是和很多球迷的喜欢 伊藏这球相当的漂亮 抓到一个控力 控力 大胆发力 那么是有了两分的优势 5比3领先 擦网球 这就是许欣的特点 任何角度都可以开拉 4比5再次折回一分 余子阳反手一拧 那些旋转很厉害 乒乓球运动其实就是力量旋转这么一个 你看去如何这个区别这个权重吧 像消球手 就几乎是完全放弃了力量 而就用旋转跟对手去周旋 而一般我们所熟知的运动员呢 就是力量很强劲 但是在力量当中又有一些变化 这球转和不转 对手在接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的要去考虑的地方 就好像现在坐在场边的刘国梁教练 作为曾经啊 世界上最优秀的选手 对手为了限制他 甚至像国际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联盟啊 提出了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有无遮掩发球 小球换大球等等这样的改变 这就是旋转 到底在乒乓球这项运动当中有多么重要 许昕现在是落后两分 追回一分 分差现在缩小到了一分 依旧是许昕发球 打正手 擦网 七比七平 小球 贵 河 尔子洋 这个时候需要 稳一点 需要的就是得分 再次拿下一分 如果让许昕2比0得到领先的话 在5局3胜质的比赛当中 赢面就会相当小了 这局对他来说是必须拿下 许昕这球回球质量一般 风格比较高 给了对手直接开始攻击的一个机会 这就是我们说 并不是说看谁先上手谁就厉害 其实大家要等待对方失误的那一刻 失误也并不是说真正的绊枉 真正的出界或者说没接到 你发球 接发球偏高一点 这个其实在优秀的运动员眼中 就是一丝失误吧 这球又是给高了 余子洋拿到了赛点 10比7领先 现在胜利的天平是倒向了余子洋 8比10 雪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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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一局比赛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啊 余子洋需要稳住气再拿一分 而对于许欣来说 由于之前有一分的领先 所以倒也没关系 那么 这样余子洋是以10比8 放高球 漂亮 雪晋 加油 这个技术其实在其他的球员身上很难见到 就是纸板选手 你居然能够在放高球的时候 突然突失冷剑来一下 这个球在空气当中 一直在以不同的角度不停地扭曲 突圈球的魅力就在于此 就好像在拂手比赛当中的香蕉球 为什么贝克汉姆的香蕉球 一直是很难被守门员猜到究竟落点在哪里 就是靠着这样优秀的弧线 雪晋这球很聪明 做出一个要拉球的架势 但是一搓 搓到界网 那么余子洋也是没有想到啊 有些惊慌失措 最终呢也是失误了 反手对拉 雪晋转到正手 打下一分四比零 雪晋是要真正的发力了呀 这球打到球的侧眼 飞出界外 余子洋最后一分 也是他在第三局比赛当中 拿到了第一分 余子洋发球 发一个长球 今天已经不止一次啊 是通过这样突失冷箭的方式得分了 双方也各有斩获 雪晋 雪晋在刚刚那个球被对手偷得一分之后啊 也是比较无难地笑一笑 雪晋也来了一下 但这个球余子洋很明显是有准备的 因为刚刚啊 在余子洋偷得一分之后 雪晋就会还一下 但这个球也是凭借绝对实力 直接拿下一分 五比二 捞回来 还是打相同的落点 现场球迷再比谁的嗓门更大了呀 但是球员心中应该像明镜一样 就是得一分一分地拼 漂亮漂亮 线路上的改变 也是很聪明 那么余子洋现在是将分差缩小到了一分 总比分上一比一 第三局的局分的五比四 非常接近的比分 又是发了一个长球 屡屡得手 五比五平 许晋当然对自己这样 对对手屡屡屡偷袭得手 是不满意的 漂亮 我们在自己的发球 再拿下一分 依然是许晋的发球上 发到对方的正手 自己搓球出界 六比六平 双方都要调整一下状态 非常关键的一局 像这样五局三胜制的比赛呢 第三局的比赛我们就可以将之称为天王山 就是谁先攻下这一分 能够一二比一领先 那么就非常有可能拿下最后比赛的胜利 同样的如果是七局四胜的比赛呢 那么第五场比赛我们就将其成为天王山 因为如果之前一直双方都打平的话 这个是你最后赢得胜利非常关键的一步 所以现在双方在天王山的争夺上 许晋以七比六领先一分 漂亮 看许晋打球就是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每次都是在以为 在一个我们以为接不住球的角度 他能够将球接住 并且能够以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回给对手 像刚刚这球还得分了 八比六 不可思议啊 反手虽然说直板横打带来了这种拉的可能性 但真正致命的一下肯定是正手 刚刚我们就看到了 许晋的正手的力量是那么的大 再来一下绝对实力十比六 郁紫阳啊 郁紫阳发球 上方在小球上有所处理 许晋希望给对方打一个追身球 打个远台 失误了 分差来到了三分 许晋现在还手握三个赛点 还在短球上 有所争夺啊 现在许晋呢是十比八领先两分 就是余子阳 再次是破进比分的差距 看到双方的这个比赛确实一直很胶着 许晋先是以十二比十赢下第一局 余子阳呢又是以十比八领下第二局 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十比八 最后的比分一定也是非常胶着的 团一个也偷袭一下 那么这样呢 在第四局单打比赛的当中呢 许晋是拿下了天王山的胜利 以总比分二比一暂时领先 宁兰说拿下这一局就意味着俱乐部能够取胜 对于余子阳来说 拿下这一局就意味着俱乐部 还可以继续在场上拥有胜利的希望 这个球真的是斗智斗勇啊 不仅仅是实力上的 双方一直在想怎么去控制这个落点 控制对方 那么余子阳由于自己是在居高临下的一个位置 最终呢是拿下了胜利 余子阳帅先拿下一分 一比一平 现在的场馆较之刚才的比 刚才的比赛的时候啊 已经是安静了许多了 因为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 现场的球迷也都是比较的紧张 参往球 一比一平 漂亮 余子阳周合一分 捞起来 对拉 一般碰到这样的场面 我喜欢叫败中求胜 因为许新啊 刚刚明显在一个防守的地方 就等着对方一板一板往里凿的时候 突然就来一下 百中求胜 那么刚刚这一球呢 许新是失误了 那么余子阳再拿下一分 擦网球 2比3 非常简单的接发球啊 是擦网了 那么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3比3 许新加油 余子阳发球 这个时候他要做的就是 不要因为自己现在落后 有所紧张 还是要像照常那么打 因为双方确实实力很接近 非常可惜啊 许新4比3领先 一个不是太大的领先优势 漂亮 再偷袭 这球许新虽然接住了 但是回锁质量一般 余子阳再来一个 也没有旋转 也不是说力量有多大 就是速度奇快 一个直线的回球 4比4 所以刚刚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不 第一场比赛当中啊 在分析余子阳这个球员的时候 就提到了一点 就是对场上的形式分析 非常的准确 总是能够在正确的时候 做出最最正确的 一个得分的方式 必须要像他这样拥有一个 很冷静的形式判断 才有可能战胜许新这样的对手 现在许仙呢 还是领先一分 来短球 漂亮 6比4 球又回到了余子阳的手中 看看他怎么做出调整啊 回球质量一般呢 果然只要许仙能够有破绽 余子阳一定会抓住 所以就看他是否有能力创造 取行更多的这种 罚球的不完美 7比4 3分 现在两人的比分呢 是交替上升 哦不 对不起 比分是7比5 现在两人的比分呢 是交替上升 但是 这样的交替上升 对于紫阳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许仙的比分 正在慢慢的下 11分迈进 现在呢 安徽兰坤俱乐部 最叫了一个暂停 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 将胜利的火种 留在自己的手上 希望能够在场上 多待一会儿 而不是说让许仙 拿下这一局之心 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拿下了这一阶段 比赛的胜利 同样和许仙一样 作为国家队的 绝对主力的王立琴 现在也是跟许仙在座交流 王立琴当然是对 这样的大赛场面 见了很多了 许仙自己也是 区别就在于 现在教练员呢 是站在一个 非常客观的角度来说 我们中文人说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那么对手 究竟有哪些破绽呢 其实像我们这样 不是很专业的 球迷的角度来看的话 于子阳这个球员 虽然说年纪还小 但整个技术很成熟 左右手非常的均衡 而且真的是能够 在关键的时刻 做出正确的选择去得分 所以说也非常期待 他之后的发展 许仙 捞回篮 再来一下 打不死 回击 漂亮 又是一个我刚才所说的 败征 败征求胜 8比3 8比5 3分的领先优势 9比5 李子阳这个时候需要冷静 需要做出 更好的选择 变得许仙只差2分 就能够带领俱乐部 取得胜利了 9比6 9比6 这就是灵活的落点 现在许仙拿到了赛点 10比6 而且又有四个赛点 相信许鑫是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 对拉 那么最终在这样硬碰硬当中的许鑫是以11比6